故意找麻煩 民與官鬥的話 再怎麼鬥也鬥不過 所以常常講說民不與官鬥 鬥也鬥不過 這個最好的例子 像慈濟、郭董 已經算是很有聲望的 要跟政府鬥都鬥不過 何況一般的聲鬥小民 當然他們之所以刁難 他是有原因的 陳時中說我瘋了嗎 陳時中你沒瘋 但是你腦筋清楚得很 因為政府那時候進不來 政府買不到 那如果說民間買得到 那不是政府證明政府很無能嗎 所以他就不願意讓你進來 你進來就表示他不行 那你怎麼可以進來呢 就是說這種東西就是 我進不來我也不准你進來 那這是一種 那另外除了這個以外 另外就是意識形態 因為他們一口咬定 那個上海復興是怎麼總經銷總代理 所以就去抹黑這個BNT 說什麼是大陸做的 大陸分裝的 什麼一堆 反正都是中國大陸的 所以因為中國大陸我們不能要 所以也不給你進來 所以他各種理由 那為什麼找到蔡英文就可以呢 第一個 你蔡英文再不行就很難堪了 老百姓這個怨氣就會 就會從陳時中轉到蔡英文身上 對不對 你為什麼不讓他進來 所以他長到蔡英文這招很聰明 這等於是將軍蔡英文 那你蔡英文只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准他進來 第二個是不准但是被罵得臭頭 所以蔡英文也是聰明 沒有一個笨蛋 蔡英文就好那 表示你看我讓你們進來的 功勞是我的 變成這樣子 就人家花了那麼多錢 對不對 每個人捐500萬劑 就差不多等於是50億 然後最後呢 因為我蔡英文准你進來 所以這些人想的都是政治 可惡就在這裡 不把人民當人民 想說他自己的政治利益 然後呢政治利益 大於台灣的利益 大於人民的利益 很可惡 就他的進彈不是很多人嗎 為什麼你還要道通呢 而且吃滷肉飯是台灣的價值 這難道也是陳時中的價值嗎 這點我也不解 滷肉飯沒有那麼難拍嘛對不對 你吃完滷肉飯拍了就好啦 你幹嘛要去道人家的圖呢 這是很奇怪是不是 對 你那個 你的競選辦事的時候 正二代那麼多對不對 那理論上講 隨便去吃個滷肉飯都可以拍嘛 那哪有這些人都沒有吃過滷肉飯嗎 就很奇怪 所以讓大家很不解 就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就有些可能圖不好拍 或是騷衆急事 某個人我沒有拍到 我就拍不到他了 滷肉飯這怎麼都可以拍 隨處都有滷肉飯 隨時都可以吃滷肉飯 隨時都可以拍滷肉飯 那還要去道徒就不解了 文說剛剛也有提到 就是他們團隊有很多的這個政二代 那其中像文宣部啊 是他的兒子 那這個媒體經營還有司法運動的女兒 就被他講說 是不是你違法犯法 恐怕也沒有人敢就要敢辦 當然就有人開玩笑了 我不敢講是真的 說奇怪 過去他做的幾個文宣都很奇怪對不對 被他罵嘛 是不是他兒子做的 兒子做的老子才不敢說不要用 對不對 愛子心切 我不知道我是隨便猜 否則的話那個怎麼會過呢 那樣的文宣怎麼會通過他們自己的審核呢 這是一個 那另外就是 他的確有些政二代 譬如說司法院長的女兒等等 那我們也不能說人家政二代就不能夠去服選 也不能這樣講 但是要切記 第一個就是這個陳時中如果當選 這些人不能進市政府 這是第一個 尤其在現在 你千萬不能說因為他們是政二代 所以呢 譬如說故意害別人啊 司法去迫害別人啊 去控告別人啊 去抓別人啊 去查別人的水表啦 那另外呢就自己 可以做一些違法的事情 然後呢司法就縱容了 譬如說陳時中假定他的團隊 做了一些事情違法的 但是檢察官一看 哇這政二代在這裡了 司法院長的女兒 會不會就因此就投鼠忌器 這個要避免 他是澎湖浮澎喜萊登 酒店推出的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呢 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球蛋白也是加分再加分